一走進來就是度假的風格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一大桌球 哇 有泡澡咧 你們看 超級超級大一片的 大家早安 今天是端午節的廉假第一天 6月22號 現在差不多11點半 我們早上有先去了一個行程 然後現在人在花蓮 我們去花蓮的野猴子森林樂園 玩那個吊鋼索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們中午就查到一間叫做更壽司 更壽司我記得在台灣有兩間吧 以前在花蓮 以前在宜蘭 那我們現在人在花蓮嘛 所以就來吃吃看 那它11點開 現在11點半 前面已經有五組在等了 所以就是要稍微再等這樣 αυτό房間也要留著 這是玉米韓通路要吃看 所以我們在用探索以後 它們已經有四個裡面 在三百八一個大學 以呢有五組在哪裡 還有三十四個人的一間 這些條板也是我們你們齐心到了 - 看一想- 看一想- 好吃- 很鮮啊 - 但皮太厚了 - 這是包子 我們剛才本來是要去吃跟粥子嘛 結果太多人 然後等到現在我們第五組喔 從11點半再等 然後等到現在已經一點多了 我們都吃飽了 然後他都還沒換我們 所以我們後來就選擇去吃那個火車頭的烤肉 就是比較美式餐廳的那種 那這次沒有吃到羹壽司呢 就給了我再一次來花蓮的旅遊 我增加了這個火車頭的烤肉 就走到羹壽司了 这地方呢是我前几个旅游看林安跟他朋友去的一个地方 然后上网也查查这里可以拍一个很好看的照片 现在是差不多三四点的时间太阳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想说先去拍照拍完之后再下去点咖啡 谢谢 好了 都有了啊 走吧 给我习惯 对 上午下 走 走 走 看星巴克开两张照就走 我们现在终于到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啦 我们今天晚上要住宜兰的威斯汀度假酒店 一走进来就是度假的风格 然后很期待今天的那个饭店会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吧 这个谁要212 谁要215 可以了吗 可以啊 哇 哇 哇 有一定水果 哇 哇 有泡澡的耶 这是浴室 哇 好大 因为我弟修了一堂15克 所以我们就想说 可以来这间饭店的设施看一看 然后他的SPA什么好像已经关门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 他这里有什么健身房桌球啊 撞球还有游戏室之类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打桌球 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端午年假的第二天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宜兰嘛 刚出那个我们的饭店 我们现在来吃宜兰的小笼包 正常小笼包 本来想要吃正好啦 但正好没开 还没开 没错 超多人在排队等喔 结果我们刚才那个小笼包没有买到 因为他说要至少等一个小时 就人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就开在旁边的星巴克 想说我随便买点东西吃 就出发去农场 我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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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你要去拔菜啦 你要去做葱物饼啦 要干嘛 反正就先去DIY那边报道 然后再看看你下一步是什么 他就会跟你说 所以你不会说不知道现在要做什么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吃又拿的行程 有冰淇吃啦 有葱物饼可以拿啦 有东西可以做啊 小朋友应该会喜欢 这次就是真的很热 这次就是真的很热 所以玉米直接放那些吗 好 好 好 玉米怎么要煮那么久 什么东西 玉米怎么要煮那么久 煮20分钟 然后 啊 他快就给 这样子 那个清水滴热啊 除了可以煮蛋煮玉米以外 你还可以煮 好夹喔 叫泡泡 泡泡泡泡 泡泡 舒服吗 水温如何 很不热 因为他 我们现在把她拿去等去 在旁边 搅拌 Light 搅拌掉了 好 那个玉米还没好的 所以玉米 あと 放了 我要弄蛋一下 喔!這個你拿去放 蛋是要拿著啊? 請吃蛋 那等下剝完以後蛋可能放手上 拿去丟一丟 應該留很多 應該留很多 好聽 嗯 你知道花生是長在樹上嗎? 什麼? 一個一個日葡萄一樣 像葡萄一樣 對 你應該騙我 哈哈哈哈 他在土耳吧 他在土耳吧 不然他怎麼在土豆 因為留法好像沒有 你覺得清水地熱還值得來嗎? 不錯啊 他食物什麼的都 想像中的還好 不會什麼乾柴啊 玉米不會不甜之類的 所以蠻值得來的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? 大坎城翁妖姬 墓埃 哇太多了是不是 足球 我們今天來到了空野農場宜蘭這一間景觀餐廳 它這個景超級大的超級大一片喔 整片都是超讚的 你們看超級超級大一片的 它裡面可以點一些披薩啊甜點啊之類的 然後可以點飲料 每人呢低銷是300塊 這裡有一個木頭可以讓你在這個絕佳的景點這邊拍照 超讚的 下回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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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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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個很像打造像是日本的造景那樣子的東西 你看喔 它都會有很多這種小小的這個凳很像日本的吧 然後它這個沙子是有劃過的喔 就像流水那樣子有劃過的沙 這個的話就是他們的餐廳吃早餐的地方 但是因為這一次我們的房間是用點數換的 所以我們沒有加早餐 再來就是這一條啦 這一條就是昨天走的上面會有亮亮燈的地方 也是蠻美的啦 早上跟晚上看就不太一樣 對 然後呢這三隻鴨子超級可愛 昨天呢他們就三個人就站在這邊睡覺 超可愛的 然後還有一大堆魚欸 超多魚的 我們的房間就在那個上面 那這個呢就是他們的酒吧 因為我們的會員的關係吧 昨天就換了兩瓶氣泡酒來喝喝看 不過現在沒人了 還有晚上才會開 大家早安今天第三天嘛 然後昨天去看那個正常小籠包 他說要等超級高大酒一個多小時 所以我們今天就看正好十點 我們就出門去吃正好小籠包 走 真的 咖啡 可能會燙 就有點口咬 我們把辣椒吹一杯 會燙嗎 嗯 咖啡 香蕊 字幕志愿者 杜茜